- 考試考完了開心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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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KD冠廷冠廷老師 -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108年統徹的第一次題 - 第一次題裡面提到連一張圖 - 從圖裡面我們要找一些資訊 - 遇到這種題目呢 - 其實我的建議是先把文字先看好 - 再看圖 - 先看文字再看圖 - 比較容易掌握得出哪一個才是正確的答案 - 我就先看文字比較重要 - 我們先看文字 A選項搶救看不見的浪費 - 把剩10減到最低 - 沒有搶救看不見的浪費 - 我們把剩下的食物減到最低 - 把剩下的食物減到最低 - 落實除以回收 - 讓有機會資源循環再利用 - 所以主要是第一個是不要浪費 - 第二個是落實除以回收 - 資源循環再利用 - 其選項捐一個不單 - 省下一個便當不是不單 - 便當的錢捐助世界饑餓的民眾 - 穩定市場的需求 - 改善農作物生產過剩的問題 - 市場需求跟改善農作物生產過剩 - 其實這個朱學相同發現 - 商科的同學發現這個有餘病對不對 - 哈哈哈哈 - 商科同學知道這個有餘病 - 好 - 我們來看一下圖 - 這個朱學的速度在經濟面 - 其實整體經濟 - 經濟學的下分 - 如果商科農學也在經濟學的下側 - 你會讀到這個東西 - 我們來看一下全世界 - 全世界每年有三分之一 - 三分之一的食物是被丟掉 - 這次就是13億噸的食物是被丟掉了 - 占重糧食的三分之一 - 所以它是食物被丟掉 - 食物被丟掉 - 台灣一年損耗373萬噸的食物 - 每年每天可以堆60做101大樓 - 每天丟掉2300萬個便當 - 我們一天一個人丟一個便當 - 所以這個是什麼 - 損耗這麼多的食物 - 所以這個食物是沒有用的 - 再來呢 - 在法國他做了 - 量販便以七折架口販售 - 外形丑 - 但是新鮮可以食的蔬果 - 意思就是說我們丟掉這些食物 - 或全世界丟掉那麼多的食物 - 它是明明是可以吃 - 因為這邊寫的是什麼 - 食物 - 這邊寫的是食物 - 食物是可以吃的 - 所以它跟廚餘 - 有沒有花上等號 - 是吃完的丟掉叫廚餘 - 但是我們還沒有吃就丟把它當廚餘 - 哇這不一樣了 - 一個是吃不完的當廚餘 - 一個是還沒有吃就當廚餘 - 所以這邊提的是哪一種 - 是還沒有吃就把它當廚餘的這些食物 - 所以說我們要選的是 - 答案是要選A有沒有 - 搶救看不見的浪費 - 我們看不見那些便當店 - 或那些店 - 它怎麼去做這些東西 - 可是同學 - 這些東西我們把剩的食量 - 剩下的食物減到追滴 - 把剩下的食物減到追滴 - 就是我們不要去把這個食物 - 食物不要去剩 - 食物就拿出來 - 我們居然醜一點 - 髒一點像法國這種超市一樣 - 比較醜一點 - 但是可以吃的食物 - 吃的食物 - 好 - 我們這一題大概講解到這邊 - 簡單講 - 如果沒有時間就停下來 - 有時間聽老師murmur一下 - 同學我要跟你說 - 其實在國外 - 其實在紐西蘭那邊 - 已經在做這件事情了 - 就是很多人會去超商裡面翻 - 翻那些廚物的東西 - 發現真的有很多很多 - 是可以吃的食物 - 然後我記得 - 老師在小時候 - 有時候會去菜市場 - 因為小時候我是在菜市場長大的 - 然後這個阿公阿嬤 - 他們就是在菜市場賣 - 賣素食的什麼東西 - 那些東西 - 然後我奶奶在賣的時候 - 有時候我奶奶會很心疼的 - 就是從菜花娜 - 林光花娜 - 翻那邊 - 就拿一兩個那個歪掉的什麼 - 什麼窩窩窩窩窩 - 都沒有歪 - 就是一個地方壞掉 - 一個地方壞掉的什麼 - 就代表說 - 今天很棒的 - 可以吃了 - 等著了 - 無意無事好 - 所以其實如果說 - 真的我們每個人多多的 - 最後你們都會去社會 - 多多的去看一下 - 其實可以捨掉 - 真的可以捨掉很多食物 - 好 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 我是KD觀念 - 我們來看 - 今年108年統測的第9題 - 這一題稍微有點難 - 但是其實考一下不難 - 有陷阱就對了 - 有陷阱 - 這一題其實我也頂得好過 - 原來 - 我也不如陷阱 - 所以這一題你會在考場裡面 - 多很多時間 - 那是正常的 - 因為陷阱也是 -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 這一題我們來看一下 - 這個代表從陰到果的意思 - 因為這個才有這個符合脈絡的 - 所以這個記得 - 由陰到果 - 所以我們把它唸起來 - 因為這個所以這個 - 因為這個所以這個 - 來 我們來看一下 - 先看一下敘述 - 義即義經裡面所提到 - 言有誤言 - 法就是義裡面所提到的法 - 言有趣 - 誰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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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 - 同城三祖 - 包包 - 得到鬼 - 謠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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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是說的義法說 - 來 我們來看一下 - 合法義法說裡面 - 它就是從這裡面出來的 - 義為經而法為之 - 義為經 - 經線是什麼 - 一條一條的 - 直的叫經線 - 尾就一橫一橫的 - 叫尾線 - 像比如說我們在台灣 - 北尾 - 32.5 - 忘記了 - 來來 - 讀科學的同學 - 跟我下面幫我留言一下 - 我們是北尾幾度 - 幫我講一下 - 我們是北尾 - 那我們在什麼 - 我們在東京幾度 - 順便跟地球科學的同學 - 順便跟我講一下 - 這我先不忘記了 - 我們在東京幾度 - 我們在北尾幾度 - 所以說呢 - 經以為乙而法為之 - 就是用這個東西 - 這個什麼 - 言有物呢 - 是重要的 - 言有物是很重要 - 因為我們說提到其實是為 - 所以言有物最重要 - 但言有物重要之後 - 要變成一篇文章 - 一定要有的 - 像變一塊物一定要有為 - 為呢 - 言有物 - 講話要有順序的段落 - 要弄好弄好 - 不可以這樣點點打打 - 亂七八糟 - 來 我們來看一下 - 然後變成一個成體字文 - 變成一個正棒 - 一個很棒的文章 - 所以我們要選哪一個呢 - 我們來看因為所以 - 因為言有物 - 所以可以成為成體字文 - 因為法有物 - 所以可以成為成體字文 - 因為法有物可以成為成體字文 - 這沒有問題的 - 因為法 - 因為法就是法有物 - 因為法就是我們常說言有物 - 言有序 - 所以呢會有言有物 - 因為言有序所以言有物 - 這個就不對了 - 因為法所以言有物 - 法是言有序 - 不對 - 看一個不對就不對 - 因為意所以法 - 因為意所以法 - 這個也不對 - 這個也不對 - 所以只有A是對的 - 只有A是對的 - 記得這一題其實是 - 把簡單東西複雜化 - 這個簡單東西複雜化 - 其實他只要考一個因為所以 - 只要把因為所以放進去就好了 - 其實跟同城派的關係 - 其實不是很大 - 哈哈哈哈 - 這邊很多很多被騙了 - 大家我們來繼續來看下一題 - 這一題現在很多很多會 - 會出迷惘中 - 大家一講之後 - 大家就覺得A其實是這樣子 - 這麼簡單 - 沒錯就是這麼簡單 - 好我們來看GO - 親愛的同學大家好 - 我是肯定冠廷廷老師 - 我們來看到 - 幾百零八年統測的第十一題 - 這個國第十一題 - 其實我們看到的時候就很興奮 - 有沒有發現跟我們 - 上次老師結了 - 哈哈哈哈 - 英文一樣 - 方便嗎 - 我們來看一下 - 假以平您的分級向下的組合 - 看哪一個是劉仁淵 - 哪一個是歐陽兄 - 我們先上次講的 - 我們來看 瓶浙我們說 對你答對了這起瓶鬆 你跟我說 我知道你有說 你有說 我知道你有說 這起瓶鬆 我們先把這起瓶鬆 先把這瓶弄出來 先把瓶浙弄出來 寄向翁翁 所以一定是這兩個配 一定是這一個瓶 這起瓶鬆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瓶鬆 所以丁跟丙一定是在後面 丙跟丁沒有在後面的是哪一個 丙跟丁沒有在後面的 這個先把它劃掉 這個先把它劃掉 丁跟丁沒有在後面 所以哪一個要接哪一個 哪一個要接哪一個 我們第一個來看關鍵字 第一個 永中八季 柳宗元 好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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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比較了 來再往下看 道祭天下 三朝向 三朝向是永書哥哥 歐陽永書 他做了三個草 三個皇帝的 和韓皇帝的像 文柳文柳 世間一醉翁 醉翁 醉翁 醉翁廷記是誰 永書哥哥 歐陽永書 醉翁廷記 再來 忍看江學 千山鳥飛絕 中原叔叔 柳中原叔叔 所以我們要選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 先這期 所以是假在前面 假佩當丁 假佩丁 假佩丁的解 假佩丁的解 假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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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中原 好 所以答案是B 哈哈哈哈 你洗到沒有假佩丁 答案出來了 就這麼簡單 你一定答對 因為只要你有寫我們的模擬考題 只要你有看那個模擬考題 老師的解釋 你已經答對了 YEAH GO 好啦各位親愛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KD冠廷 冠廷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1808年 統測的第16 17一題 17一題很多同學看到就開始 哈哈哈哈 是喔 為什麼 下過了 這條由國中生到高中 還要再打一跳 好不好 這個是寫太多 寫到爛掉了 對不對 這簡單啊 這個在哪裡啊 Active 你廉遲 廉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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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篇文章叫廉遲 被高譯的時候 他的講義的後面 往往就有這一邊的孤露 然後 因為盧森也常常考我這一篇 觀眾的東西 好 那 我沒讀過 哈哈哈哈 你沒有讀過不是代表說 你不認真 剛好運氣比較不好 哈哈哈哈 以後就多寫一些題目 多寫一些題目 其實你就可以遇到這一題 而且這個在那個 廉遲的後面其實都會有 大部分都有這一題 但我自己出的也是會出這一題 也是有 也是這一篇啦 不是在評估是這樣出啦 也是出這一篇 其實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蠻重要 我中期國中就考過 高中在考大學 一直考 然後連那個國家考試 公子考試都考過 所以我在公子考試那邊也有服務 公子也有考過 好來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來 管一吾的引上人也 管一吾就是管仲 管一吾 對對對 你還記得嗎 國中的時候有沒有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啊 管一吾取勢 管一吾就是管仲 管一吾就是管仲 管仲 管仲一吾的 來 引上菜人 引上人 引上 引上人也 引上仙的人 小時候常跟暴鼠說 游 游就是交游 交游就是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出去玩啊 生活在一起交游 不是說 手牽手 手牽手 一起去交游 那不是那個嗎 我在唱什麼 手牽手 不是那是什麼 走走走走 我們一起去交游 都比根你可以 不是那個 好 接下來他說 跟暴鼠雅一起去交游 暴鼠雅呢 知道他非常的賢能喔 然後呢 就是暴鼠雅是一個制裁人 他知道他非常的賢能啊 然後呢 知道管仲很貧困喔 管仲是非常的貧窮喔 非常困頓喔 非常貧困的人喔 長期暴鼠雅 常常欺騙暴鼠雅 暴鼠雅呢 忠善欲之 到最後永遠是好好對他 對他就是很好喔 不以為言喔 從來不會說什麼東西喔 那這邊呢另外一個版本其實又寫得更好 就是說他自己 我在解釋裡面啦 他後面的助詞啊 那裡面有提到他的故事 就是管仲跟暴鼠雅小時候做小生意啦 那他在做小生意的時候 管仲常常是欺騙的暴鼠雅 就給他少一點錢自己拿多威點啦 那管仲暴鼠雅其實都知道 算得不厲害 因為他知道暴鼠雅是 他知道管仲他很有賢能 然後呢非常賢能 可能也是他功勞比較大 然後呢 再來他我們說功夫就要分啦 就是他分的比較少 他分的比較多 沒關係沒關係 他很貧窮 然後隨便他 所以他非常好 再來 而暴鼠雅是公子齊公子小白 暴鼠雅呢 在侍奉的是齊公子小白 小白就後來齊桓公 然後呢 那個管仲呢 是公子鳩 是另外一個公子齊國的公子鳩 到了後來啊 小白被立為齊桓公 可是呢 公子鳩就被殺死了 那為什麼自己要殺自己的錢弟弟啦 在春秋戰果時代的時候 在春秋年代 戰果也是一樣 如果說一個國家兩個 兩個王太子兩個太子 比較是一個大太子要爭一個皇位的話 不是簡單耶 聖者為王 拜者為庫 不是人家庫 要拆死 你不殺死他 隔天他就起來 反對就把你殺死 所以我殺了啊 他是要搶我的王位 我不殺他 他說我弟弟 殺不殺 砍啊 不砍的話以後砍我 我不砍死他 他以後砍死我 那時候是很糟糕的環境 所以不要學 因為他們古時候沒有比較好 跟古時候真的沒有比較好 再來往下 後來管仲就被關起來了 所以說管義務取醫師 就從這裡來的事 就是監獄的意思 管仲呢 睡盡管 那報主要睡盡管仲 然後呢這時候呢 他要找一個新宅相 然後報主要說 我推薦管仲可以當你的宅相 這個地方呢 我們後面還有 我們把它補充給你 就是那時候 奇幻公就把他講進來 來來來來來 報主要 我要找你當宅相 你覺得怎樣 報主要說不行 你當我當宅相啊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不夠好 不是說不行 你可以啦 但是不夠好 不好 為什麼不好呢 你當我當擺帳的話 整個奇異國 我可以當你自己的非常棒 可是我沒有辦法堅善天下 但是你如果想要堅善天下 你要統一大業 把周國 周天子的這個 那業 全部 納在自己奇異國的旗下的話 你只能找誰 你只能找管仲 所以就當管仲當宅相 所以你看報主要對管仲多好 有這種很有夫婦和求太棒了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公衆大象 剛才管仲有病 管仲有病 其管仲就問他 啊 重負之病 病已 你的病兒非常 重負之病 病已 你的病 然後這個是 你的這個 對不起 應該是ADJ 你的病兒非常的嚴重 病已 非常的嚴重 非常非常 你的病是非常非常嚴重 可不會暈 至於大病 這寡人 我們不要去避諱的說 不要去避諱的說 如果你知道大病就是那種 即將死的那種病 這寡人 嗚呼屬國 嗚呼怎麼 嗚 我呢 要怎麼樣 那怎麼樣呢 來托主這個國家 我要找誰呢 管仲就說 管仲就說 你要找誰啊 管仲就說 你要怎樣找誰啊 你要找誰給他 找誰當你的宰相呢 管仲說 報主了可以嗎 管仲就說不行 管仲說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其為人邪憐善事 他是一個邪憐善事的 是一個非常棒的 就是 非常中立的 然後非常廉潔的 非常的 非常棒的人 但是呢 其不己弱者不必知啊 但是他對於 比自己弱的人啊 他不想跟他站在一起 就是 他不喜歡 比他沒有智商的人 他不喜歡 比他笨的人 就是他如果就是 人家如果 他真的是 程度太低 他會直接 搞什麼鬼 這個也不會 就是他會那種 比較 報主了有一種就是 他比較不懂的 委婉的跟人家拒絕 只要他很笨 他直接就說你很笨 就不理他了 然後呢 再往下看 又一文人過 終生不忘 而且呢 他又怎麼樣 一聽人家的過世 一輩子不會忘的 就是 聖坑聖條條 他說這個人是壞蛋 以後一定是壞蛋 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不能說這種人不好 但他個性就是這樣 其實蠻多人都這樣子 始至治國 派他來治國 尚且勾國軍 勾就是去得罪到 去得罪到國軍 下逆忽明 所以下呢 跟人民呢 很多是互相違逆的 因為他太聰明了 他聰明 旁邊的人啊 我會看他不爽 就會讓他不小心 就是不小心就是去得到 下則逆忽明 其實得罪軍 沿江浮久矣 他就得罪於這個國軍 浮久了 就沒有辦法持久 他當國軍沒有辦法當 他當宰相沒有辦法當久 不要讓他當好了 這時候我們知道 管仲是在欺負暴鼠羊嗎 我當你當宰相 你當我什麼 管仲是在保護暴鼠羊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那暴鼠羊是這種雞八個性 我直接說暴鼠羊叫雞八個性 就是要一個很正直的人 雞八個性 對就對不對就不對 沒有那種中間模糊地賽 可以知道暴鼠羊絕對是天蠍座的 你爪對天蠍座 對就對不對就不對 愛恨分明 所以呢 管仲知道這個情況 管仲就是什麼 我覺得管仲有點像是天秤座的 我就說這樣 嗯 差不多這樣 我要事實要求完美 所以他不要讓他當宰相 讓他張宰相 對你來講是不好 但事實上他是在保護暴鼠羊 如果暴鼠有張宰相 暴鼠羊會死得快 所以說我覺得 這兩個人真的是交情非常好 都會為對方設想 我們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有一點那個 忘恩負義 不是喔 真的是當對方設想 來我們再往下看 來 根據倚文 管仲呢 不推薦暴鼠 因為暴鼠要怎麼樣呢 呃 這一個 我選能力比自己差了 又對別人犯錯事情 當然要選 欸 再選 欸 好來選 所以前面有講的 前面有講的這一個 就是那個 這個 不若即的 所以沒有超過 沒有超過自己的 不想跟他站 畢就是站在一起 然後呢 畢人無人知過終生不忘 又聽人家的過去 就是一輩子為忘 所以要選這一個 好來再看第二個 第二個選項呢 比較 比較有區一點 我蠻喜歡這個題目的 就是要推論 我們要講 一二項的推論 確定一圈二的推論 那A的推論 一的推論 就這一篇文章 這兩篇文章可以推論 齊幻公很重視報索雅 所以聽他的言論 用管仲 所以他也想選他 繼管仲為項 這可不可以呢 我們來看 可不可以支持一的推論 這兩篇文章 他是可以的 所以這兩個是可以的 AB兩個都可以 所以說他是對的 他是對的 就是說 奇幻公真的非常器重報索雅 從以前 不然就想說 你來當管仲當宰相 他就找管仲當宰相 外管仲死了 問他 管仲死了 管仲快死的病了 然後問他說 你想要找誰 管仲問他你想要找誰 我死掉 我也不知道 你要找誰當宰相 他還說報索雅 他算是他第一人選 可是他說不行 所以呢 但是他這個奇幻公是非常終身 所以這個推論是可以正確 可以成立的 在B選項 報索雅跟觀眾 以前的好友交集 但同朝為官的時候 兩人漸行漸遠 兩人就沒有在交集的 可不可以 文章裡面有沒有提到 我再問一次 前面剛剛提到 文章裡面有提到 兩人沒有交集 你們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就不行 所以要選這一個 所以答案要選的就是B 選選就是B 這關於邏輯推演 所以說 文章裡面 一篇文章給你們 我們要去挑出 哪一個是正確的 他 我們可以這樣講 這就是我們現在 很重要的閱讀能力 文章裡面有提到 我們才可以說 我們現在常常 那種風捉影 就會想說 你怎麼想要生一個小孩 不行 該什麼就是什麼 實事求是 其實不可以亂亂製造假新聞 那製造假新聞就是不對的 或是我們腦補假新聞 去腦補是不對的 製造假新聞是不對的 所以現在很多很多的新聞媒體 很多的暴漲夾志 我們要去推測一下 他們講的是正確的嗎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一個思辨的問題 做的 這件事情真的是出得非常棒 但是我覺得也不難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答對 比較問題是卡在前一題 不過前一題其實也不會太難 而這題我覺得應該答對的會佔多數 但是會有一部分人知道的錯 找不出他的邏輯性 沒關係 你一定會了 尤其是高二的同學 記得記在心裡面 這個要記在心裡面 這個題目會不斷不斷的出現 高三同學你考完之後高興 你告訴一下會不對也沒關係 那你記得沒關係 但是未來考試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 好我們來看下一題 GO 好 好